觀眾朋友們好,歡迎收看美麗星台班 一位太太想要旅行信仰中的信念 張宗憲開了一間西式蔬食料理餐廳 不料卻遇到的廚師突如其達的離職 張宗憲一間扛起了所有的料理研發 從來不在人生規劃裡的事情全都來了 他是如何面對的呢,一塊去瞭解 金沙薯條披薩,黑松露燉飯 南洋沙爹燉飯,金沙燉飯 粉紅女神義大利麵等 這些都是餐廳老闆張宗憲跟太太林一芳 一起研發的西式無毒蔬食料理 大家來五六次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是蔬食者 但是我們每次來吃的時候 像他們的南洋沙爹 我就覺得其實吃起來就是 還蠻像正常的一般的口味 它沒有肉,但是它吃起來就是跟一般 我們在外面吃的沒有什麼兩樣 那一道披薩是金沙薯條披薩啦 那一道披薩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是因為剛好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研發了一個新的一個金沙醬 然後給我們測試 那我們也在思考說怎麼樣呈現這個東西 一般披薩大部分都是以葷食為主 沒想到一推出素食的披薩 卻受到顧客的喜愛 我們就來測試的過程之後 我們意外發現它跟大家比較喜歡 對大家其實現在蠻喜歡吃西式 或喜歡吃薯條之類的嘛 我們來測試發現它跟薯條其實還蠻搭配的 然後我們會再搭上一些食蔬 在上面做些點綴 那也增加一些口感 讓它不至於太單調 這一款披薩我們去年底才 就才推出啦 那反應其實還算不錯啦 沒有特殊裝潢的一家西式蔬食料理餐廳 卻讓葷食者能夠喜愛認同 這當中由他們在開這一家店時的想法 以及想要傳達 蔬食料理也可以做到色香味俱全 我們踏入到五年前吧 我們踏入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南部這邊 其實是很少西式的蔬食料理 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還蠻喜歡 就是異國風味的 所以我們想說 把這樣子的一個取向帶進來蔬食 然後讓就是原本吃素的人啊 他可以豐富他的味蕾 再來就是也是希望說 吃肉的人能夠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讓他們能夠比較容易走進來 剛開店的時候 然後我那邊原本的工作也還沒有做個結束啦 然後他其實 剛開店他原本的工作也還沒有做個結束啦 那變成說我們兩個就有點算是交替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有請 專門請一個專門的廚師在做處理 那我們兩個就等於說交替著到店裡 然後一邊做學習 一邊也就是做摸索嘛 然後我們就負責在外場啊 跟客人招呼啊 跟做一些 學習一些檢疫的餐點啊 比如飲料調製啊等等的 但開餐廳並非請個專業廚師就可以了 然而開餐廳對他們來說 確實有很深的內涵意義在裡面 其實當然在討論過程中 有跟一些開過餐廳的朋友啊 一些前輩啊等等的做一些請教啦 那也去上過一些課程 在那時候可能有聽到一些 但是當然不可否認說 你就是聽到的跟你實際下去做的 還是有一段落差啦 剛開始的話就是家人的反對 因為就覺得說餐飲是我們沒有碰過的領域 然後而且又很辛苦 加上又是我們後來想說要 用蔬食的方式去進行 因為雖然我們是吃荷的 但就覺得說肉食畢竟對我們的身體 還有對我們的環境傷害真的很大 那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如果要經營一個行業的話 要對這個生命 還有對我們的地球要友善 這樣子才有意義 開餐廳原本就不在他們人生規劃裡 卻在開後沒多久 面臨廚師離職 張宗憲只好一肩扛起 像我們當時候研發一個菜 可能就要等到三個月到六個月才會出來 非常的久 一直到半年之後 因為我們一直跟他在溝通這個部分 就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理想的 那後來他就選擇要離開 那我們想說也好 那就祝福他 那我們就接下來這個棒子 那其實剛接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整個工作同仁啊 其實心裡面都是非常的彷徨 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我們真的有辦法嗎 廚師都跑掉了 真的有辦法嗎 那我先生真的很厲害 他就是這樣一肩躺起來 那時候剛好就是廚師 就臨時說他要離職嘛 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跟太太就商量完後 因為他那邊剛好他的工作也處理 他之前在素食工廠 那時候去素食工廠工作嘛 那也處理完了 那我們現在也處理完了 想說那就去嘗試一下就是 沒有了廚師這個店 就只剩兩個選項嘛 就是要嘛收掉 要嘛就想到有人頂上去 後來張忠憲思考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他選擇頂替廚師的位置 自己研發所有的料理 甚至把所有料理都SOB化 讓精進的員工可以很快上手 吃了之後我們憑著意向 然後他曾經有哪一些步驟 然後我們一直在測試 然後就是接手的一個月之內 然後把它整個做出來 我就會吃吃了之後就是說 這感覺好像還有一點不到位 然後他就會再調再調 然後而且我們就還會自己再去找尋說 有哪些食材是跟這個能夠去搭配 然後去提味等等的 就是說試很多很多就對了 在這幾年就不斷地在做測試了 我們也出過很多不同的口味 那也感謝來的朋友給我們做一些實驗 我們之前也出過巧克力口味的 吃過芥末口味的 出過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不斷地做測試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菜單做更新 替換菜色 只保留經典口味的菜色料理 當你不斷地研發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害怕別人學 所以我們店裡面有很多的就是新菜色 都是我先生他去研發 然後再教我們怎麼做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像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通常就會問說 我先生就問我說 那你今天想要吃什麼 那我就會跟他說我不知道 林怡芳把生活上點菜時 會發生的點滴放入了菜單裡 面對一些第一次來的客人 卻不知道要吃什麼才好 他有趣地直接菜單化 所以我們有那個菜單裡面 就有那個點餐三部曲 就是都可以 我不知道 你決定 就是讓人家很難決定的時候可以 所以很多就是我們第一次來的客人 來看到這個都會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這是在生活當中 還蠻常遇見的狀況 那我們就會把這樣子一些想法 然後放入我們的菜單 然後跟我們的食材當中 也都會有一些很特別的想法 兩到三個月就換菜單菜色 想要讓更多人理解西式蔬食料理的 變化空間很大 卻面臨營運上沒有起色 也讓他們曾經萌生退役 卻因為一個信仰跟信念 讓他們堅持走過了五個年頭 西式蔬食料理的精髓在醬料 張宗憲為了讓客人吃到食材原始的滋味 不怕麻煩地做出各式各樣的醬料 即使面臨營運長期的虧損 他們還是努力地做出外面吃不到的味道 為了要尋求美味健康的西式蔬食料理 張宗憲很多食材都經過挑選 有些天然調味也是自己調製而成 像我們就會自己去 爆自己就是專門提味的油 很費工 像我們的羅勒醬也都是一片一片這樣摘 摘完了之後再去燙一下 然後再去打 打完就是一打一個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就是變成一罐 對 我們很多東西就是自己用自己來 在研發的過程中很多 其實我們的紅醬、青醬這些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的醬的成本本來就比外面來得多很多 因為我知道我們外面去試過很多家 大部分其實很多都設出來就是以現成為主 當然也有來跟我們推薦過 只是我們使用之後感覺那個味道 可能跟我們想要表達的訴求不太一樣 就是大部分以自己做的為主 所以我們醬幾乎都是自己調的 像紅醬我們自己熬 還要熬三、四個小時以上 意大利麵的青醬都是經過他們自己調配而成 而最受歡迎的一道粉紅女神意大利麵的調味醬 就是在產季時最花心思做市面上沒有販售的甜菜跟醬 不只很受顧客歡迎 天然的粉紅色調的麵條也很吸引人的目光 它本身的話它有天然的一個鐵質很高 那也是我們開店以來算是一個蠻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產品 市面上沒有用甜菜跟做成的一道料理 意大利麵燉飯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第一個是甜菜跟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其實做出來的那個呈現出來 我自己想像中應該是一個很美的料理 對 所以呢那時候就是我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要去做就是等於說市面上沒有我們要去做的時候 其實一直要測試它的口味 因為它其實有一個土腥味 那要怎麼樣把它的土腥味 就是自然的方式把它去除掉 對 然後能夠呈現到一道料理上面 其實就是花了滿大的工 對 我們光那個就 廚師有做了一款之後 我們又不再不斷不斷的再去概量 不只是醬料自己來 舊燉飯的米都是經過挑選 一試再試才釋出最恰當的糙米 對食材很挑 譬如說像我們的那個就是我們的米 一般來講都是 如果以正統來講是用義大利米 但是義大利米它很硬 所以我們台灣人其實沒有辦法接受 像食材的部分 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我們都 在燉飯的部分除了用有機糙米之外 然後還會用那個藜麥 藜麥的經濟價值非常高 然後但是它的營養價值也非常的好 對 它有很高的蛋白質 還有很多的那個微量元素 他們花很多心力在食材上的精選 但西式料理最常用的花椰菜 就面臨南部產期短 需要找北部或是高山地區 運銷成本自然也增高不少 不只如此 就連油品也都非常講究 我們就是用那個第一道冷壓橄欖油 對 然後包括說我們的一些調配油 都是我們自己去處理的 就是從一開始的選食材 一路上面我們做了很多替換 從原本廚師選的白米到有機糙米 到我們加入藜麥 到全麥的義大利麵 又更改了第一道冷壓橄欖油 這樣一路一路換下來 其實就是說希望提供給客人 跟我們自己一個更好的食材 更好的食物 每一道菜的食材跟口味 都是經過他們一試再試 調配味道 顏色 口感 只有細細品嘗過的客人 才能理解他們的用心程度 蠻容易的 有些是專門店 但是就覺得說味道還是少了那一點 或者是口感還是少了那一點 像我們義大利麵就是用全麥的 全麥很高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特別的去 在我們店裡面去做住民 所以其實有時候客人在吃的時候 他並不知道有這些的就是魔鬼在 一方面就是我們都太過於低調了 然後加上我自己也現在 因為帶小朋友的關係 也沒有辦法就是去幫忙到我先生 所以其實我先生就比較辛苦一點 要承擔很多 但這些年在蔬食料理的努力研發 便沒有帶給他們成正比的經濟效益 其實獲利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有時候就是真的是 尤其是都會是這樣的一個 起起伏伏的狀況 但我們覺得還是 雖然很困難 但還是做對的事情 別估撒盡吧 那另外來一個 因為我們在旅人學習的關係 其實那時候一些 就是在裡面一些同心善友 這邊鼓勵支持 那等於也是說 就祈求吧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形容 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那個時候 尤其是你過了半年之後 那段其實會是挺煎熬的 那些是其實當時真的也是準備半年的預備景 很煎熬的走過營運狀況不佳的狀態 他們足足虧損了10個月 到第11個月才真正打平 因為我的老師跟我講錯就是 還是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就是 雖然很辛苦啦 但是還是要堅持對的事情 就是大概就是一個人的薪水 有時候少於一個人的薪水 不能說沒有獲利 只是就是很辛苦的在辭成 是啊 那段時間是蠻累的啦 對啊 那也有想 其實都會有想要放棄一個念頭在 張宗憲苦笑的說 他們在高雄開西市蔬食餐廳 就跟農夫一樣靠天吃飯 天氣一變化 也直接影響來電的客源 也沒有什麼 因為在南部的一個習性裡面來說 就是你會發現在變天的過程中 他可能就會比較不願意出門 天氣太熱他可能也覺得不願意出門 天氣太冷呢 也有可能不願意出門 對啊 那要變天下 下大雨之前可能也不願意出門 抱個那個豪雨特抱的時候 他可能也不願意出門 營運一直無法穩定的狀態 並沒有因此擊退他們想要 推廣蔬食料理的理念 甚至餐廳位置 被迫莫姆三千的艱辛狀況 他們依舊堅持傳達善循環的信念 歡迎回到美麗星台班 開來五年的餐廳 經歷了孟姆三千的情節 張忠信一路走來歷程艱辛 如今他不但不嘗思 將自己研發的料理 傳授給想要學的年輕廚師 還堅持一份餐捐助五元給師親的孩童 其實在這家店裡面呢 我們交了很多的朋友 我們換了三個地方 對 換了三個地方 然後有一些是從第一個地方 一直跟到最後 最後我們這個地方 對 然後就會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老朋友的感覺 那我們第二個地方 就是更妙 我們是在機車行的樓上 餐廳經歷三次的遷移 他們不管環境如何 還是堅持心中不變的信念 我們一定要穿過那個機車行喔 黑手在用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地點的關係耶 對啊 那個地方真的是絕妙 然後有一些就是大哥大姐啊 就是習慣了就是比較高級的店 那來到我們那邊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是小孩帶著他們來 那有時候剛進來的時候 真的是 嚇一大跳 就一路唸唸唸唸到樓上 然後吃完了之後 下來之後 就是要離開之前 就會跟我說 不錯啦 還不錯吃 班前的過程最大的損失 應該是部分舊客員會流失 一定會流失啦 因為你在移動的過程中 雖然現在是個網路時代是沒有錯 但是 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去查詢 你到哪裡去 另外很多人其實 算文物是在便利 但是其實他可能查到 是之前的舊的資料也是有 所以就會有可能說 欸 以為你們還有孩子啊 對於自己研發的西式蔬食料理 張宗憲有自己一套作業流程 不怕員工學習 希望技術可以乘船 其實廚師他並不會去教我們說 這些美角在哪裡 所以是透過我先生 他對於就是事物的理解 然後去把它看過了 然後再去把它整個定掉 對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辦法去教一些有心 踏入蔬食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完全沒有廚師的經驗 但是透過我們的教導 他可以完全的上手 最大的差別是 一般外面我在吃的蔬食料理 有些他的菜就是 因為為了方便說 可能出餐快速 他會先燙過燙好 菜的部分可能比較淡 就只有主食的話 他會比較有味道 但我們這邊的話是變成說 每一種菜會隨你不同料理 然後把下去燉 但這也是優點也是缺點 因為我們出餐的速度 會比較緩慢一點 因為為了讓醬料 能夠燉在蔬菜裡面 我反而很喜歡吃肉類 可是覺得這個像披薩這類的 其實跟普通的披薩也沒有差很遠 不錯啊 跟普通的披薩差不多 就沒有感覺因為是素食 所以就很單調 我覺得它其實好像蠻香的 每一道菜都是以最天然的方式 去製作呈現給客人食物原始的味道 又不失美味的滋味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就是友善環境的一個想法 然後加上 其實對我們自己也是好處啊 我們自己都會吃 那我們也希望說提供給客人 是如同我們一樣 就是帶人如親吧 甚至說可不可以就是帶人如己 這是我們自我自己的想法啦 也因為這樣的理念 讓來吃過的葷食客人 或是素食者的客人 都可以接受他們做的每一道料理 這間它的加工的比較少 再來是它的口味是蠻能夠符合一般 重視沒吃素人也會喜歡 它的薄餅系列跟它的披薩系列 我就個人算蠻喜歡的 燉飯其實也不錯 很喜歡 因為它沒什麼加工的東西 因為吃素我很怕 怎麼擺葉那種加工的東西 這邊都吃不到 而且它口感是比較西式的 對我來說還蠻常鮮的 而開西式蔬食料理餐廳 改變了很多 昏食人對蔬食不好吃的觀念 也從此改變了 張宗憲全家人的飲食習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就是我們全家人都吃素了 對 然後而且我第三個孩子就是 他是從那個懷胎的時候 他就吃素了 因為我吃素 然後一直到現在他14個月 就是一字都吃素 這是我覺得最滿意的一點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其實自己要吃素就很不容易了 更何況是一個小孩子 不只如此 開這家店還有一個最大利益 是每一份餐點捐五元 給詩親孩童 五元真的不算什麼 或許就是像螢火蟲一樣 就是一個小小小小的光芒 但是如果說這些小小的光芒 聚集在一起 其實也會產生很大的力量 那我希望來到這邊的朋友 他不只是用餐 不只是吃飯而已 我希望他能夠跟他的朋友 一起聊聊五元的力量 那讓這樣子一個正向的思維 在彼此的心中 留下一個比較好 美好的一個氛圍 捐助私信的孩子 重新開 再重新這家店 繼續走下去 就是要把這一件事情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啦 這也是我們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再繼續做 經營了五年的西式蔬食餐廳 換了三個地方 不管經營上遇到多大的困難 平直開店的初衷 傳遞善循環的信念 從未停息過 中文字幕提供